可灵AI全球版终于来了 在今天的影片里 我将对全球版可灵进行深度评测 来看看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可灵AI 究竟怎么样吧 大家好 这里是小B说AI 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版的可灵AI网址是KLONGAI.com 而国内版可灵则是KLONGAI.com 大家可以在下方影片描述和置顶评论中 找到这个链接 全球版网页功能和基本布局和国内版类似 比如AI图像、AI视频 还有一个视频编辑器也即将推出 下方这些是由社区生长的一些事例图片与视频 右上角注册登录后 会得到66个免费积分 每天清零、每天赠送 收费情况和国内版本基本保持一致 点击图像生成 在Prompt这里填写想要生成的提示词 下方也有官方为我们预设好的提示词 第二个是参考图选项 系统会根据上传的图像作为参考 并结合上方提示词来生成我们想要的图像 上传图像后 向左滑动是尽可能的参考提示词 相反则是参考图像的比重 最下方是图像的长宽笔和生成图像的数量 设置完毕之后可以看到需要消耗积分的数量 换一张卡通形象再尝试一次 如果我们去到参考图又会生成什么样的图像呢 点击AI Videos 在最上面可以看到文版生成影片 还有图像生成影片 让我们先来试试它文版生成影片的效果 在Prompt这里 我们写上一句简单的提示词 比如一个在沙漠里骑摩托车的女人 电影集的画面 下方滑块这里与图像生成一样 左边是更具创造性 右边更符合提示词 Merge中的标准模式会更快速地生成影片 而品质更高的专业模式则需要成为可灵的付费用户 时长方面默认5秒 同样标准模式下也并不支持10秒影片的生成 接下来我们选择一个16比9的宽高笔 下方Camera Movement这里 有多种运镜可以选择 比如水平垂直缩放 平移效果 翻滚效果 最后是反向提示词 这里可以填写我们不想在影片中出现 比如模糊 低质量 过度 变形等这些内容 当所有都设置完以后 现在我们准备生成影片 并会提示 这将会消耗我们10个积分 让我们生成出来看看效果吧 生成的时长大约在4到5分钟 AI很巧妙地把容易出错的部分 比如车轮的转动 以及飞溅的沙土给隐藏起来了 但总的来说 重归重举 并不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让我们试试其他prompt 比如一只带着太阳镜 在河边弹其他的狮子 这次我想用更高的创造力 并在运镜中选择滚动效果 让我们看看它会生成出什么 也许是免费版的关系 在细节上还是有一些明显瑕疵的 有趣的是 我用相同的prompt 在它的竞争对手Luma AI中 也生成了相同的影片 两者相比 大家觉得谁才是赢家呢 另外我还计划制作一个 Luma和可灵之间的对比视频 所以如果你们想看那只影片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Emit and Prompt右边可以添加结束针 我们先上传一张图像 然后在下方prompt写上 一只熊猫在厨房里炒菜 其他设置都用默认选项 可以看到运镜这里是不可选择的 而且也没有长款笔选项 然后生成一只影片也是需要10个积分 可以看到熊猫拿着锅铲正在炒菜 从稳定性和连贯性的表现来看都非常不错 只是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文字 不过无声大哑 我们用人物图像再来尝试一下 上传一张人物图像 在prompt写上微风吹起头发 抬头 微笑 眨眼 然后再来看看效果吧 Noise 头发 抬头 微笑 眨眼 包括prompt没有提到的手臂都处理得非常好 如果在一张图像里同时出现人和动物 将这张图像生成影片又会发生什么呢 图像中的动物和人物都有很好的互动 细节上的眨眼 还有人物头发被压迫的物理动态 都还原的非常真实 相同的图像 我们也看看在Luma里表现如何 既然是对标Sora 那我们就用Sora演示的prompt 在可灵中生成出来看看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可灵这里是免费用户一次性生成的结果 相比起Sora 这样的效果你们还满意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订阅 点个小铃铛 支持我的工作 我会为大家分享更多的工具干货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 bwd6